喇嘛扎西一叫醒来 发现身边明的多了一个陌生女人 我这次没带钱 我下次我派人 不 我亲自给你送过来 不良女人大发雷霆 骂她一年来都不看自己 一来了就羞辱她 简直是狼心狗肺 当自己是什么人 街头的风尘女子吗 扎西这才醒过未来 女人错把自己当成了奇美节目 于是她擦了擦额头的汗 恍之这段时间太乱了 这段时间家里发生了一些大事情 所以没来看人 病保证以后常来看她 这才暂时脱了身 本以为开错了枪的事 身不知鬼不觉 却被了老婆赐德吉一大早 就在客厅里等着她 扎西心虚的解释说 自己昨晚喝多了 就住在妹夫土登格勒的雍丹府里 一大清早 桌个就让人来请土登格勒回去 你们住在哪个雍丹府啊 面对赐德吉的灵魂拷位 扎西避重就轻 说自己无意间发现 赐德吉死去的老公奇美结步 婚嫩竟在外面养情人 西美结步 你这个人面熟悉的家伙 如此一来 老婆大人的怒火 被扎西成功转移 感到被骗的赐德吉 怒气冲冲的找到小切 扔了一扎钱来羞辱她 怎料人家不争不闹 甚至连看都没看一眼 这让赐德吉不禁怀疑 自己是不是不够大度 可不久以后 小切突然找上门来 向替身扎西哭诉 救救他们二十岁的儿子 二十年了 我从来没有打扰过你们 今天我实在没有办法 赐德吉顿感惊天霹雳 但就此风波结束后 在扎西的开导之下 赐德吉念在小切 独自带大孩子 忍辱负重多言不义 便同意把母子接到府里 起初的时候 小切的表现可圈可点 对赐德吉和扎西 也毕恭毕敬 动了侧影之心的赐德吉 还主动把贵妆首饰 赠送了不少给小切 赐德吉 这可使不得 哟 你这小白手配着镯子 还真是好看 然而时间一长 小切就露出了真面 她先是当众勾引扎西 并有意让赐德吉看见 接着又以害怕老鼠为由 闯到了扎西的卧房 老鼠 老鼠 小切大叫着有老鼠 钻进了扎西的被窝里 扎西怎么都赶不走 十分恼火的夫妻二人 只得暂时把床让给小切 看着被赶走的他们 小切露出阴谋得逞的笑 睡觉了 真瞎了眼了 怎么让她进了德勒府 几次之后 扎西终于受不了了 她把小切从床上拉下来 问她到底要闹哪样 怎料小切却威胁她说 德勒府的每个人都可以摆布我 唯独你不行 扎西兴趣的问她 到底想说什么 怎料小切有恃无恐 原来小切之所以有恃无恐 是因为早就看破了扎西的替身身份 过够了这种日子的扎西 恼羞成怒之下 良言纵使鱼死网破 也不让小切胡作非为 小切见状也针锋相对 这下刺得及反倒慌了 只是谁也没有想到 一味的退让 并没有换来风平浪静 反而因为纵容了小切 使得扎西和整个德勒府 几乎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各位看个老爷妹 你说一个女人 戴摸名利二十年 为什么会突然变得 对富贵如此痴狂呢 你能猜出原因吗